创业的路上一旦被贴上标签 那么可能这个标签会跟随个人一辈子 前段时间去电的罗敏宣布进居预制菜领域 在一波高调的宣传之后 再蹭董雨辉流量的路上翻车了 紧接着给去电预制菜站台的副手耳和甲南亮 都通过微博紧急和去电进行了切割 而让罗敏翻车的不是预制菜项目本身的问题 而是之前去电请假的项目校园蛋 实际上从罗敏宣布进居预制菜 到一场长达19个小时的直播 以及一分钱抢购酸菜鱼赠送iPhone手机等活动开始 罗敏单场就创造了2.5亿人开火记录 从结果来看罗敏的造势算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深爱流量思维的罗敏 错就错在将主意打到了刚火不准的东方甄雪身上 要知道当时东方甄雪的标签是清流不俗 而罗敏显然对于流量的反噬预估不俗 按道理狂刷几个嘉年华被拉黑之后 就不应该再有下一步动作了 而他却自己发布了一条视频控诉被拉黑了 然后董雨晖在直播时呢 演出了被拉黑的缘由 并且呢提到了直播导演与去电之间的矛盾 一时间呢罗敏不仅没有能够占到便宜 反倒是做校园奈起家的律师感被发出来了 一时激起千层浪 更为愚蠢的是罗敏在上线郁制菜的过程中 还将目标锁定到了宝妈群体上 并且承诺给这部分人群提供创业贷款 为了宣传郁制菜背后的套路带 他甚至还宣称每天只需要卖出50份菜 每月即可轻松赚大几千的费物 实际上生意好不好做 大家心里面都有一把尺子 将目标盯在那些弱势群体上 永远收获那些缺少金融风险意识的群体 那么他的行为就更加让大众讨厌了 最终也许是罗敏本人意识到了谁 他将自己抖音账号轻轰并改名 去电预制菜 在市场冷却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去电宣布裁员终止供应商合作 清不准并且全面销紧投入 此许呢也意味着罗敏在 预制菜项目上的创业已失败到中 9月6日去电发布了 未经审计的第二季度财报 财报显示去电总收入为 1.05亿元人民币 环比再遭腰斩 同比去年减少了74% 创历史新低 按照非会计公认准则计算 去电的二季度归属 股东净亏总为5280万元 一年金融为2.83亿元 同比游银转飞 应收预制菜项目影响 其成本与营销费用互增 总预营成本大幅提升至53% 至1.36亿元 销售与营销费用大幅提升83% 达到5320万元 此前呢 罗敏曾向媒体透露 去电对预制菜的投入已经上亿 目前去电的总市值已经跌至了2.34亿元 较至刚为下跌了超过96% 如果单从创业的角度来看 从连续创业到采中风口 罗敏的直觉的确非常准确 其效果也不错 但是错就错在他的起家时 并不怎么光彩 互联网是有敬意的 以后无论罗敏从哪个板块创业 那段历史也总会被翻出 可以预见的是罗敏以后的创业路 大概会更加的艰难 要知道商业上的民生积累起来 非常的困难 但是毁掉他只需要一分钟 我认为罗敏与其不停的 在风口上寻找新的创业项目 还不如真诚的去做一些慈善 来改善大众对他的看法 当下他已经不太适合继续的创业了 他应该反思的不是商业上的逻辑 而是被自己毁掉的生命 所以我认为在创业的道路上 赚钱固然很重要 但是真诚和宣誉就更为重要 而后者才是创业者的立身之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